我们现在做了21年 这12年比较是在大陆的发展 所以我们在大陆就有很多的伙伴 基本上美国PTP 它基本上原来的意思就是 专业的活力的 可以衡量你的精力活力的一个专案系统 我觉得很高兴的要分享 就是说我当初21年在带这个系统的时候 因为我在美国留学 我在美国也拿了EMBA 还有就是外交 所以然后全世界也跑了五十几个 对不起三十几个国家 然后五大洲都有去做外销的一个事业 然后基本上在前面我也有300多个员工 所以我在做怎么样开发领导风格的时候 每一个做管理做领导人 他的心声他所面临的挑战 我这蛮清楚 所以因为在美国的气管硕士班 还有高阶主管硕士班 他一定是会用科学的一个人格的特质的这方面 所以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的论文就是把特质和领导风格 我就专门是研究这一块 那我很高兴就是我投十年 就是1993年一直到2001年 我在政治大学政大的NBA班 还有那时候叫契家班 还有2002年在台北大学的EMBA班 我大概一共这样交了10年 然后另外在2002年我到了大陆的中欧 我们知道中欧是现在是全世界专门教高阶主管 在上海中欧就是上次那个大S 他的岳母 他是中欧的可能是总经理班吧 总经理班一般就是很有钱的 那因为他要有学历的就是EMBA班 就是基本上有学历的人一般比较不会这么 比较讲话很爆发 爆发富的那种心态了 我是在那边10年前就把这个系统 就是我跟我的老公MAC 去他们那边讲座 所以他们这个教授就发觉我们的系统 跟他的高阶主管硕士班的领导风格 组织行为 企业文化 是完全可以用上 所以我觉得蛮高兴的 就是研究所 本来就是我一开始在1991年 在创将美国这个系统带回台湾的时候 我认为研究所的高管 就是他们大陆讲高管 台湾就是高阶主管硕士班 或者你不管你是总裁班 或是总经理班他必须要了解 资人善论以前他一定要有这个工具 帮助自己比较客观了解自己个性的优点 那目前我的分享就是我们全世界包括洛杉大学 洛杉矶研究所的高阶主管硕士班或NBA班 还有就是香港科大 然后就是中欧 然后另外在中国像清华大学 等于清华大学啊 还有这个交大 那另外就是差不多我们的网站上就会有很多 等于有十几家 一个是刚刚提到的就是世界顶尖的十大 十大研究所 另外就是单地的 包括台湾这边 台湾当然这十年 这十二年我在政大就没有在教学 那就是有这个在大陆的研究所在教这一块 等于说这个系统就真正落实 我原来回来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一般领导人要先了解自己的特质